千万殿下 松鼠桂鱼 殿下请 很丰盛啊 千万殿下 司令官阁下 这台黄酒 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较存的 算起日子来 整整有十八年了 可谓正宗的女儿红啊 多谢你了 但是医生再三叮嘱 我绝对不能占酒 喝点老酒没有关系的 我让下面切点姜丝进去 慢火加热 这样喝起来呢 酒香醇厚 暖胃驱寒啊 少语君有所不知啊 我这个病症比较特殊 哪怕是沾一点点的酒精 都会严重发作 你们还是陪亲王殿下 好好地喝吧 宋景君 古代的文人 讲究七件事情 琴棋书画 十九花 是啊 你身为军中的儒教 岂有不喝酒的道理啊 亲王殿下 一场极其重要的谈判功败垂成 我身为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 实在是有负于天皇陛下的重筹 别说 我有这个病症 就是没有 再好的酒 我也无法下言啊 宋景君 我还是那句话 三个月之内 中国必亡 如果此话被我严重 那今天的会谈 纯属多余 哦 殿下 也许您过于乐观了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 深知这个民族的秉行 如果我们全面开战 将其逼入绝境 势必激起这个民族性格中 最坚韧的一面 而大日本帝国 必将被拖入长期战争的内探 长期战争 宋景君 不是我狂妄 给我三个使团 我三个月之内 就可以踏平中国 难道 你忘了热河之意吗 一百二十八人 仅仅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 一个中队 就可以从中国东北军手中 一举占领成德 尊敬的亲王殿下 恕我直言 您也别忘了 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更何况 还有我曾经的好友 蒋介石总统的帮忙 是他命令张学良 不抵抗的 总而言之 此一时 彼一时也 亲王殿下 司令官可想 我们今天来 是请他会长来谈一谈寒山寺 交备仪式的事 好吧 那就赶快谈完这个所谓的什么仪式 我好带着师杯回京都 遵命 余老弟 余老弟 够了吧 钱姑娘吃得了这么多吗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等一下员回来 让他吃你剩下的呀 喝酒吧 来来来 喝酒吧 大功告成 余老弟紧急在望 可喜可喝啊 同喜同喜 来 不好意思啊 使贫僧杀风景了 二位有所不知 大师这是遇上难事了 是师杯的事情吧 大师你是觉得 这小鬼子 没日没夜地守着师杯 就没办法偷梁换柱了 余施主真是一语重地呀 眼看着日本人就要搞什么交杯仪式 这块师杯要是让日本人给运走了 再想要回来 那可比登天都要难了 汤先生 不 现在应该叫你汤会长 惭愧惭愧 在下就是怕能力有限 有父殿下和司令官的厚望啊 只要你把寒山寺交杯仪式安排妥当 那就算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想亲王殿下也会好好地感谢你 只是 我有点担心 这靳元法师啊 他是我们苏州远近闻名的高僧啊 如果他不合作 我恐怕这里面会有一点麻烦呢 这个大和尚 的确是有些令人头疼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靳元法师他再有名气 也只是个僧人而已 难道他敢对抗皇军 他所谓的不合作 无非就是寒山寺不肯出面 这有什么 既然这样 我们就自己搭台唱戏 你说呢 此话怎讲 就说这个仪式典礼吧 既要隆重 又要喜庆 由殿下和司令官亲自到场 那隆重是不在话下了 至于喜庆方面 我们苏州的平坛 昆曲 还有我们的乐剧 苏剧 西剧 样样都拿得出手啊 我们邀请幽灵明觉登台表演 既热烈又热闹 而且彰显了我们中日两国 共同繁荣的精神啊 这个提议不错 我倒是很想听听苏州的平坛 我想 一定别有一番风味啊 大师 依我看 你当初让钱师傅课内会假背 那就有点脱裤子放屁 讲什么呢 大师 我这平时讲话直 不过脑子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讲贫僧这么做 乃是多此一举 但不晓得于施主何如此言呢 小秋客长 在 你有什么想法 回司令官 唐会长 他的提议固然是好 可是 据我所知 苏州的明确都跑到外地去了 好像 没剩下几个人了 小秋客长不用担心 虽然 虽然唱戏的走了不少 但是 有名的还在呀 谁呀 就是我们苏州平潭的 泰斗啊 唐会长 莫非你说的这个人 就是任成大先生的万赫轩 不错 这个是他 可是 我在接司令官的时候 在车站见过他一面 他好像 对我们大日本皇军 不太给面子 没关系 我和大先生 还有点交情 这样吧 我先和大先生商量商量 然后呢 我再向你汇报 よし 你费尽周折地绕这么大个圈子 无非是想把那块杯留住 不想让小鬼子抢走对吧 正是如此 那就对了 既然如此 我们有一个更快 更方便的办法 就是先下手围墙 你的意思是 对 我们先把石碑抢下来 然后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等将来有一天小鬼子走了 我们再把石碑放回原处 这就是那个 完 完 完毕归造 对 完毕归造 这我倒没想过呀 你想的呀 都是君子的办法 对付强盗 土匪 那我们就要用土匪的办法 这样最简单 也最直接 简单 直接 但是这件事情要想做成 我们还要请大先生帮忙 因为抢不是问题 运才是问题 这一块石碑 少说好几百斤 没点人力和渠道 还真运不出去 对对对 这刀会啊 遍布七十二行 只要大先生讲句话 要车有车 要船有船 什么都解决了 好是好 可这样容易惹上麻烦 大先生他肯帮忙吗 大先生就要送阿元回来了 我们好好的敬上他几杯老酒 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好 好 对了 长明那里还有一坛 上好的桂花佳酿 我让他拿出来 好好地款待这位大先生 去了啊 这大和尚一讲到打劫 比咱们还起劲 你好好管管你那张嘴巴 你嘴好 不给你磨牙了 你去哪里啊 我迎迎大先生去 军官 我们不讲废话 你赶紧把阿元放出来 我把他送回去 大先生 你别着急啊 听我把话讲完 我跟钱蔓元呢 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族马 要不是中间插进了一个 余显阳 我们俩现在早就已经成夫妻了 夫妻 那这招婚事 是你爹答应了呢 还是人家钱师傅答应了呢 我爹当然答应了 钱师傅也答应了 听你这口气 是想退婚不成 退婚可以啊 那也得钱师傅来退啊 这件事啊 这件事啊 你就别操心了 军官 你和阿元 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把你们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们俩要是能成为夫妻的话 我祝福你们 但是 婚姻大事 不能强求 要讲个缘分 要阿元亲口答应 大先生 这是我们老吴家的事 你管的太多了吧 哦 翅膀硬了 挑大梁了 这挑不挑大梁 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 这年头啊 我是看清楚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要想混下去 有这个给你壮胆了 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了 是吧 我再问你一句 这人 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大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元 他迟早是我们老吴家的 什么叫放不放 依我看啊 这世间 你就别操心了 你小子在给我下足课令 好 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今天不跟你计较 但是 你给我听好了 日本人再厉害 苏州城还是苏州城 你还要在苏州城讨生活 不讲人情不守规矩的话 老吴家的自豪 在苏州城恐怕就 保不住了 想抹着我们老吴家的自豪是吧 欺负老吴家没人了是吧 这不是秦姑娘吗 秦姑娘长得可真好看 小和尚 六根不尽啊你 阿弥陀佛 大师讲了 世间万物 因善而美 前姑娘宅心仁厚 为人善良 那自然是极好看的 大师这番话讲得在里 你觉得 我和前姑娘在一起 配不配 阿弥陀佛 你还跟我卖上官子了你 唯有别时 今不忘 木烟疏雨 过风桥 是不是又出什么娄子了 要我讲啊 我们这么洒等子不是个办法 干脆啊 进城去 找大先生 问问清楚 城门现在应该开了 老道 我们俩要走一趟 有消息的话 得回来知会一声啊 于是主 一切 全都拜托了 秦师傅 大师 二位少安勿躁 我依据以后 用不了多长时间 等消息吧 阿弥陀佛 不行 我和老吴家几十年的交情 我做不出这种绝人门户的事情 这样吧 少做惩罚就算了 大哥 你和吴秉蓉 那是你们老哥俩的事 和那个小兔崽子没有半点关系 对呀 大哥 那个小兔老他当二鬼子 帮日本人作孽 他是死有余辜 是啊 大哥 我们要不不做 我们要做 斩草出根 免除后患 对 二弟啊 你讲呢 二鬼子也是鬼子 他手里有枪有炮 你不搞死他 那我们不就惨了吗 讲得对呀 二哥讲得对 我们别搞得到时候没刺到鱼 反倒走了一声心 是啊 我老了 心不如从前狠了 对呀 让我想一下吧 最近见过喝啤没有啊 昨天晚上还在一起喝酒呢 怎么样 过得还自论吧 应该是蛮好的 听这小子讲啊 在狮子口女剑牢里啊 有几个小女子长得蛮漂亮的 她想举回去当老婆 别说错了 一辈子不晓得死字怎么写 吴队长 客森客下 聊什么呢 没什么 你有了未婚妻还不够吗 我告诉你 女人固然重要 但是为皇军效忠更加重要 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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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军军 你这家伙真的是说什么来什么 也许真的要开战了 这是真的吧 那我们真的有机会上前线了 不知道 我只是猜测而已 一切还要等大本营最终的决定 让这个机会快点来吧 只要打完了武汉 我们就可以回家乡了 是吗 你忘了 打完武汉以后还有重庆 重庆之后还有更广袤的高原 中国真的是太大了 简直就像一个巨人一样 小四郎 出什么事了 开战了又开战了 四令官请诸位到三楼会议室集合议室 好 再继续 真没想到 这回让敌州立兵竟了个大便宜 谁叫人家是田军六大人的情信呢 我记得他当过台湾军的参谋长吧 海军那帮小子也太精神了 能不能从他们那儿钓几条大船过来 你想他们 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想办法吧 小林郡 你能听得懂广袋强吗 要不要我给你找个翻译 日本的口音冤枉写月统人手了 给我接二二九 主男 眼下的战局 你我何判断 关键在武汉 武汉乃兵家必争之地 更何况还有个说法 叫得中原者 得天下 所以 绝不能再让日本人细进半步 照你这么说 还有的誓章要打呀 郭兄 敌强我弱 这是一场持久战 上传吧 请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坐如是观 佛说是经意 佛睡 佛说 佛说 如是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 无众生 时无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 我佛慈悲 欲度尽一切众生 然世间苦难时多 我佛也只能急于指引 若求真正解脱 需靠自己 而非他离 若邪魔无道 寄我佛门至宝 其实又当如何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大义所在 岂容侵犯 全力维护 需靠自己 若有牺牲又当如何 佛者绝也 绝了真理 乃能试舍生命 牺牲一切 而等可是同此心意 入我佛门 本当如此 既然众议意语绝 那贫僧便有一件要紧之事 要跟大家商议 掌光 你到外面去看着点 闲杂人等 一律不许进来 是师傅 是师傅 不错 仁管 这次是已经办得不错 等仪式结束之后 我自会论钩形成 客葬客下 这些都是杯子应该做的 不许做挂词 左曾军 在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不合客战 一切正常 于是 就定在明天上午 你为几个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不能出现任何的疲努 战区 到底流程我讲一下 明天上午 首先是司令官上台发言 然后是 维持会会长发言 接下来是文艺表演 最后就是 我们尊敬的 九艳网友上台 为这块石碑 揭木剪彩 到时候 这块石碑就放在 就放在这里 左对军 在 你叫几个士兵 把石碑移过来 我们定一些位置 对了 一定要小心 不能有任何的损坏 是 总而言之 那位于施主说得对 对付强盗 就得用强盗逻辑 你跟他讲仁义道德 是半点用处都没有的 阿弥陀佛 大师说的这位于施主 就是大名鼎鼎的一枝梅 正是 阿弥陀佛 此人取人性命如无物 被免杀孽太重了吧 承得 他日本人犯我国家 杀人掳虑 使人命如草剑 难道这普天下的云云众生 就给逆来顺授 说得对 我佛慈悲 得也有怒目金刚 金刚怒目 不如菩萨低眉啊 而等须知 低眉也好 怒目也罢 这就要看你的 所作所为事和目的 危急时刻 为众生则为善 只要心存善念 那便是我佛的慈悲心怀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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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日本人把诗碑给搬走了 简直岂有此理 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 莫非真的想筹取豪夺 你不要老是抢而夺的 是这样的 我只不过是把这块碑 搬过来看看 明天摆放的位置 因为 我大日本帝国尊敬的旧爷们 明天就要到台上 为这块碑节目剪彩 然后 这块碑 就会飘扬过海 远赴大阪 但是 龟四以此身外之物 换得日中友好 还体现了 大东亚共荣之精神 真的是 功德无量 好一个日中友好 好一个东亚共荣 可惜这全是阁下的信口慈黄 一派无言 贫僧有言在先 慈悲乃我寒山寺至宝 只要贫僧一息尚存 我就绝不能容易 为所欲为 大师 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我也说几句 你不愿意听的话 你们中国人 先丢了东北 又丢了华北 现在连首都都丢了 眼看着国之江王 这区区的一块石碑 到底又算得了什么 你 你们减之七日退圣 石碑留下 开开门嘶 住持 了托生死 无拘无补 小僧 这就去了 且慢 阿弥陀佛 忍辱波罗蜜 如来说 非忍辱波罗蜜 是名忍辱波罗蜜 何以故 若我兴为歌力王 割结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昔 结界之解释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生辰恨 须不提 又年过去 于无败事 做人辱仙人 于而所事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 唐弼大臣 以免伤了双方的和弃 增加一些 不必要的损失 你要知道 身为帝国的军人 唯有大日本帝国的 利益高于一件 所以 若有阻挠的话 剑神杀神 欲服杀服 你若不信 便圣上一身 都变 在 留下一队县别 从现在开始 严密坚持 五胎四周 如果有人敢妄动的话 就跟格式还无论 是 大先生 你打狗不死 搞不好 反过来被他咬一口 更何况 那个小丑老 连狗都不如 简直就是一只白眼狼 养不俗的 那你这样怎么办 把他做掉 杜先生说了 事情不要做绝 要留有余地 大先生 这是杜先生 讲给别人听的 我跟他这么多年 我还不了解他的底呀 想当年 宋家公子 把五小姐的肚子 给搞大了 找杜先生帮忙擦屁股 杜先生倒是爽快 二话没讲 找两个手下 把人装到麻袋里 推上小火轮 送到吴松口 随便那么一丢 进了杨子江了 还讲什么 这个叫 综合化 一死两命啊 大先生 有这样留余地的吗 有这样留余地的吗 大先生 你跟吴润关他爹交情匪浅 这我清楚 你肯定下不了这个手 要不这样 这件事请交给我来做 你放心 我下手有分寸 谁啊 我答应过你的 但现在成了放公炮 真没面子 大先生 话不能这样讲 吴家你去了 该讲的话你也都讲了 是这个兔崽子不知好歹 非要一条道走得黑 那我就得敲他敲他的 昨天寒三四 多好的机会呀 一枪 阻碳 对了 大先生 金元法师交代的事 我们可不能给你耽误了 那你准备 把这尸碑藏哪里 开始我也是城里城外地 转了一圈 可这个尸碑太扎眼了 放在哪里都不合适 后来我一琢磨 干脆藏到杨城湖 锅掌柜那里 于老弟 岭啊岭啊 这个族意岭啊 杨城湖那么大 随便找个地方一藏 这小鬼子 把辈子也找不到 岭啊 是吧 大先生 所以大先生 你得给我找辆车 只要把这块尸碑 运到万字码头就可以 好 我让阿四安排 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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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人找 谁呀 我也不晓得 穿的满斯文满体面的 对了 这里还有一张名片 唐少语 大先生 这个姓汤的 是不是律师啊 是啊 你听说过 哎呦 这个人不得了啊 上海滩牛得很 牛得很 唐先生 大先生 大先生 哦 哎呀 大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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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听说你老人家 前些日子去上海了 啊 咱们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其他的事情 虽然帮不上忙 但鞍前马后的 跑跑腿什么的 你尽管吩咐我啦 嘿嘿嘿 嘿嘿嘿 坦坦撞 可套酒免了 讲吧 有何贵干 哎呀 大先生 我就喜欢你这个脾气 爽直 痛快 嘿嘿嘿嘿 那 我就不见外了 呃 事情是这样的 明天上午呢 我们维持会 要办一个活动 请你老人家 出山表演 你讲的那个维持会 是和日本人 穿一条裤子的 以前 锐太祥的吴老板 也是维持会的会长 后来被打死了 你怎么样混进去了 嘿嘿 大先生 这话 可不能这么讲啊 这年头 大家活得都不容易 逃个生活而已嘛 啊 我就犯不着在日本人手下 逃生活了 我更不会去为他们唱堂会 唐大壮 不好意思 你白跑一趟了 请会吧 大先生 您误会了 不是到日本人那里去唱堂会 而是到寒山寺去办仪式啊 来来来来 先坐下慢慢讲 坐 大先生啊 这你就不清楚了 寒山寺那块碑要去日本国参加展览 所以呢 要搞一个欢送仪式 无非就是请你来捧捧茶 没别的意思 你晓得 你晓得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开嗓子了 你就不怕到时候人家给我倒面烫 大先生 谁不知道你书表火爆 差个强一流啊 就凭你的名气 往台上那么一亮相 唱都不用唱 那就给我们天大的面子了 我没这么大面子 平谈平谈 是平话和谈词 从来都是双双登台 我一个人也唱不了啊 大先生 你又找托词了是不是 我把你讲 来之前我都打听过了 最近又收了个关门女弟子 厂前不错 长得呢 也非常漂亮 是不是 就是因为她漂亮 被本地一条恶棍强行逼去 我的女弟子死活不从 他们就把她灌起来 纸巾没有放她出来 有这样的事 这是谁吃了豹子胆 敢斗对你老人家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讲 是谁 这个人和你一样 也是在日本人手下讨生活 还是什么治安队队长 你说的是无润官 大先生 这样 只要你答应明天出场 访人的事 就包在我汤某身上 哪怕天王老子把人抓了 我一定想办法把它揪出来 进 好 金子小姐 田中军 来客人了 司令官的老朋友 请 敬战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随约不饶人哪 你看 我已经是 年轻滑贾的老头子了 你是帝国的大将 攻克南京都城 可谓名垂史册 不枉此生啊 全都是些虚名啊 忍着花家之年 挥手一想 原来世人多被虚名所污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为大日本帝国立下憨骂功劳 却连一个虚名都没有留下 实在是 委屈你了 晚辈系的前辈说过的一句话 干我们这行的 如果不想死 连名字都要忘记 这句话晚辈一辈子都会记得 我说过这话吗 机星毕竟比不了年轻人了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 这香棋是我教你的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棋好像进步不大 我记得你教我的时候是大正十一年 没错 一阵星辰 孤独在天涯 纷飞的雨香 流淌着年燕花 谁看见云海 盛开出涂花 每一个细节 燃亮了泪花 我回忆是永远 她生命如花 无声无息点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身后的寒珊 如今一个染夜半穿 那棵镇的风墙 在岁月里安静无眠 最喜欢 Holiday 星辰链子 孤独在天涯 纷飞的雨下 流淌着年月花 我回忆时遥远 她生命如荒荡 无声无息点燃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身后的寒霞 已经以为了夜半穿 那颗阵带风枪 在岁月里安静无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